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我们在现场亦有一些现场的观众 一会参与我们的讨论 另外在节目期间 我们都会接下一些 预先报名的家庭观众的电话 跟我们一起聊天 提醒大家 如果想参与我们的节目讨论 可以发电邮给我们 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callandlotustv.cc callandlotustv.cc 以及可以打我们的报名热线 6211-9200 6211-9200 以及是2878-9192 2878-9192 事不宜迟 马上跟麦议员谈谈 麦议员 留意到 你是09年开始 当选了立法会的议员 我留意到你当时的政纲 主题是利奥为民 廉洁公正 督促政府 共享繁荣 我想请问一下你 过去的三年半的工作 实践情况是怎样的呢 老实说 这个就是立法会主席和传媒说的 因为我自己也没有具体统计 因为他说我就是全勤议员之一 还有我出的书面质询 以及这个是已成前发言 也是前三位的 是名列第一 再一个在我竞选的时候的承诺 就是说我会为市民解决 搭车难 泊车难 看病难 租屋住难 买屋难 找工作难 小企业做生意更加难的民生问题 我亦都在当我做了议员之后 第一个做采访 我亦都说 对这个慧民事是据理力争 不怕得罪权贵 只要为市民做到事 我就会按利澳慧民这个承诺 为大家去做事 做得一件得一件 在这几年来 大家有目共睹呢 我这个书面质信 对政府的监督 是有177个 而这个口头质询的 亦都有13篇 而市民来我办事处的 申诉的求助个案 有3550几个 还未计算那些 有电话询问 而简单解决了问题的个案 有3000几个个案 最令我自己难忘的 就是说 确实我们在下環街长大 贫富家庭出身 我爸爸妈妈是做小贩 当兄弟姊妹有病的时候 要等爸爸妈妈收工 然后带我们去看医生 其他兄弟姊妹就交给街坊去照顾 所以我对下環街 沙井天堂那边 都很有感情 我就是在那里长大 老实说 所以看病难 在贫富大众里面 是一个大难题 说实 其实在这个问题里面 我已经出过很多次的书面质询 东出这个行政当局 要解决市民看病难的问题 尤其是长者看病难的问题 大家要知道 在这个澳门的发展 就是今天的经济环境 一片大好可以说得好 当年的年轻人 就是今天的长者 其实是为他 为我们奠定了基础 所以我们经常说感恩 我们是否要好好照顾我们的长者 所以在民生方面 我最着重的是解决看病难 尤其是长者看病难 这个困难 好像去年施政辩论说 我向行政长官提出 可不可以开条长者专道 给我们的长者去看医生 我们过孔北关 大家都有这样的感觉 都有长者专道 坐巴士 我们都要让座给长者 那为什么 我们口声声说 要尊敬长者 要照顾好他们的生活 为什么我们没有 长者的看病专道呢 我觉得是时候 都要行政当局思考一下 所以今年上个月 我亦都再出多次书面质询 我问行政当局 可不可以今年上半年 解决这个长者看病难的问题 尤其是开过长者专道 老实说 现在我们看病比以前好很多了 简单了 事实的效率也高了 这个无可否认 但是有时候 当你病严重一点的时候 你是不是要照片呢 不照片 你根本医生 不可以对你对症下药 炎血照片 往往不一年 都大半年 病向前中医 如果你说你真的有病 半年后 是不是小病变成大病呢 还有最重要的 老人家有病有痛 我也都做过五百多个家伙 其中很多长者告诉我 麥先生 你快点跟政府说 解决这个看病难的问题 有时候我有病 都不敢跟我的子女说 我问为什么 我说除了我们办事处之外 也有很多社团有义工 可以帮你帮你去看 他说不是 我不想让子女担心 我一说有病 他们就请假回来陪我去看医生 一看 就几个钟 还有不是一次 还要轮后这么长时间 他们要帮我办手续 两夫妻要找食 又要照顾小孩 有时候我的病很痛 不敢告诉他们 我呈现自己辛苦一点 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别人的子女 亦都可能是别人的父母 我觉得这件事 我们是否首要解决 还有打工仔 首停口停 如果当他请假的时候 意味着又没有一日人工 这个很正常 那你叫他怎么生活呢 如果我们有一个长者专导的话 长者去到 让他看医生 是特别 不需要轮下 等于巴士让坐 或者拱不过关 有一个长者专导 那会不会好一点呢 的确 长者问题 或者民生问题 的确是牵涉到千家万户的利益 我也留意到墨议员你 就比较着重这个李奥惠文 很多时提到的 很多刚才说的七个难的问题 都是关注我们基层民众的一些切身问题 但其实本身为议员 大家都知道 譬如你的那个专业的背景 可能是环保界 工程界 或者其实都是一个商界的背景 其实在这个做议员 或者说民政参政过程中 你怎样去做到平衡 你一个叫做商人 或者中小企的利益 和这个基层民众之间的利益 怎样去平衡 这个问题问得真是很好 大家看看 其实当我做议员之后 有个专访就问到商人的背景 做议员有没有偏差 或者有没有偏帮 其实没有 商人不应该被标签 他是为哪个服务 因为作为一个 不论是直选或者间选官位的议员 当他宣誓了做议员的时候 或者之前其实他已经有心理准备 他是为全澳门的市民服务 就是大家在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方位为市民服务 坦白说 如果我们的议会 不是适应这个社会的需求而多元化 亦都不需要增加议席 是不是 所以说 其实我们澳门是越来越民主 在这方面来说 澳门的商人 是有别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商人 因为我们这个微型经济体系里面 我们的谭伯源司长说 我们超过80%多的企业是微企 微企是什么定义呢 就是10人以下的企业就叫微企 中小企都未达到 今天举个例子 我是做泥水的 我打工 隔离二叔公叫我去帮他整整家装修 明天我可能拿一张M7 我就是老闆 但是过两天做完 我又去打工 所以其实很大程度 澳门的商人就是微企 两夫妇开一间士多 或者卖白粥 现在都要交税 你说如果这些商人 我们标签它就是商人 我觉得是有问题的 因为我们政府不是鼓励我们 努力靠商丑劳动 不是民政府拿福利而向上流动吗 先生也都这样教我们 我们也想 俗语说公字不出头 都想做老板的 为什么不可以努力靠工作 靠自己学习提升 而去转变自己的阶层 向上流动 所以我觉得来说 我们不应该有越穷越光荣 这个思想 应该鼓励大家向上流动 以及大家分享 如何做一个 可以提升到一个商人的地位 还有我觉得澳门这个商人 不是资本主义社会里面 所指的大企业的商人 或者博企那些商人 应该视为一种迹清 就是说他从工人而转为判头 或者是老闆 因为以我自己为例 我也有个新村学师 我做建杂管工 然后一直做管工 然后熟悉了流程之后 判工作 而做了建筑商 你说我们 是不是从低造起的呢 不是老豆正落的 其实澳门大多数主流社会里面的商人 都是这类人 我们觉得不应该对他们有标签 或者是不要说歧视 其实就不应该用有色眼镜去看他们 因为大家都是靠双手劳动 而赚取到自己今天那个所谓经济成果 那为什么我们不鼓励他呢 所以这点有必要做一次澄清 大家可以上我的网页 也看到这篇文章 我说得很清楚这件事 而且最主要也说 当我上任的时候民生工作 这个就是大家所说的 早前托儿所严重不足 其实这个在几年前已经有这样的现象 就是大家记得台山里面 排了七天 有家长批评商业部门不作为 那我就去现场跟进 我也跟进了一个星期 有两晚两点多 为什么呢 下雨 下雨我就叫当时的社工局长叶炳权去 我说下雨的市民在排队 那怎么办呢 他说有什么办法 我说在爬龙洲看法局有很多帐篷 叫看法局来 这个也是官员的团队精神 真的给了电话王有力 他就派了一些同事来 拿了一些帐篷来 搭给那些市民在排队 还有些女生就提出 我说晚上我要轮通宵 和老公轮流去排队 拿托儿所的位置 最远最远的麦当劳 走他十几分钟 晚上一个女生有什么事怎么办呢 我又跟政府商量 那是否拿一些流动厕所给他呢 又拿过去 又有市民提出 他说 喂 那么多大只人在这里 我们的妇孺 排到星期一 轮丑 他打尖我怎么办呢 叶炳权和王有力 又叫了一些人 车铁马来 还有请保安 维持秩序 到那个星期的星期一 我看着他们 排完队 拿了炒 安排好我才走 比较全方位的支援 可以说是 我觉得 我们如果口口声声说 利奥为民 不是用口口去说的 是应该做实事 做到市民是感受到的 亦都包括 就是大家经常说 斑马线会车死人 亦都有个传媒朋友 在斑马线被车车死 我亦都说了很多次 但是我亦都实事求是 不会为赞成而赞成 为反对而反对 我亦都会 给个建议政府 好似大家如果有留意的 政府现在都做很多天桥 隧道 让市民 就不用人车争动 其实大家知道 澳门的发展 不是我们想象中 回归后 即是博初要开放 我们的经济成果 就会好 而是非常之好 大家都想不到 但是面对这些问题 包括 甚至乎你过年的时候 大家说 吃也难 住也难 搭车也难 其实我都潜瞻性 在过年前就出了书面质询 提醒行政当局 每年的过年都有乱象 就是酒店很贵 吃吃不到 搭车搭不到 我说你们注意一下 但是政府 就很遗憾 这次 就没有完全听我的意见 就反而很高调 就说他们安排好了 结果过年那七天 报纸、传媒 说了什么 大家知道 酒店 去到天假 吃 都很难找到 心目中的 豪光小食 关门了 而乘搭车 别说游客 本地人乘搭车也难 乘搭的士也更加难 这些问题来说 亦都是 衣食住行的问题 又是民生问题 其实我177个书面质询 不计口头质询来说 就是说 基本上每个星期 我都出个质询 为市民提出这些问题 其实买议员刚才提到 特别是农历新年期间 社会或社区中的 比较挤逼的情况 可能是关系到 我们现在生活空间的问题 我特别留意到 刚才买议员说过一个字 向上流动 我想经济起飞 现在除了大家的 物质条件 希望向上流动之外 亦希望精神生活 或生活的空间 都有更大的一个向上流动 我知道买议员 都关注了一个环保的问题 其实近年来 我们看到坊间的 一些关于环保方面的议题 引起一些争议 譬如说大潘山、小潘山 以至最近一个路环的 碟石堂山、田门街的一些项目 其实 默议员怎样看这些 发展和保育之间的平衡问题 这个问题问得好 因为我们刚才说 就是长者体病难的问题 其实我们解决这个体病难的问题 都算是治标不治本 老人家天气一变 可能呼吸系统经常就有问题 包括现在这个H7N9 都是呼吸系统有问题 引致我们可能病发症 甚至是生命有危险 而环境保护 环境是无边界的 保护环境要人人有责 简单来说 先两个月 全中国的空气都污染 包括猪三角的空气 污染的程度 令澳门担心 就会催来澳门 如果没有记错 2008年 澳大利亚政府警告市民 千万不要轮浮 因为空气足以危害健康 作为一个龙头产业的旅游博彩城市 亦都政府希望是一个移居城市 如果空气素质搞不定 那我们这个源头不搞好的话呢 我们是不是很多人有病 而游客都不来 那我们可不可以 还达至我们这个 长远的战略目标呢 这个从经济的角度看这个问题 而从这个现世的角度看这个问题就是说 如果空气素质 我们控制不了的话 那些长者的病 就算他们立刻看医生都没用 一走出的医院 一闻到空气 我们健康的人都会有事 是不是 那如果我们不长远 规划一些野生着尿保护区 好似金铺说的H7N9来了 那如果真的澳门有一个案例 是野生着尿带来的 那我们现在扑运 这区的路鸟林的小鸟 不论它是野生好还是猴鸟好 还有保护区的小鸟 那么近民居 那我们担不担心呢 因为我们石牌康公屋 如果入了火 成几万人居住的那是连大潭山 那你说我们应不应该有危机感 那潜瞻性地讨论环保的问题呢 那所以其实 反过来来说 我们关注环保 其实都是我们的竞选承诺 就是民生的一个大重要部分 说回刚才 大家提到环平的功效 那以 专家学者讲的意见 就是说 其实我们对一个楼宇或者规划 应不应该做会不会破坏环境呢 就应该以一个环平标准 来决定 这件事 符不符合我们这个可持续发展的概念 可持续发展的概念 实际就是说 我们要生存 一定会影响到这个环境 作出变化 因为我们本身人类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 我们的行为 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 那么问题就是我们怎样有节制控制人类 无穷无尽的欲望 而略取这个大自然的资源 那么我们要有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就是 我们这一代人 能够有这个生活人的这个素质 有这个文明 也都要保障下一代人 需要有这种这样的生活方法 甚至要更好 那么我们变成呢 就必须做一个环保的评估 而以欧洲和美国的制度来说呢 那个环平报告必须做了 而由赞成的好 反对的好 官的商的定政府 必须以这个专家的意见 科学的数据 做一个讨论的依据 就不可以说 你一言 我一语 你认为 要停工 因为不环保 你以为 你认为 没有问题 可以开工 其实为什么我们不用科学的数据 去论证一件事 这样才是理性的讨论 而欧美来说呢 它亦是 有这个环平报告出来之后 而按这个数据 而大家作出一个理性 而科学的讨论 而断定这个项目 究竟批或不批 观好 文好 赞成好 反对好 亦都需要按这个模式 这样做才是科学决策 而很多专家学者也都说过 譬如最常用 刚才我已经提过 就是以电脑模拟去评估建筑物的设计表现 这些是周边地区专家学者常用的 举个例子 就是将澳门一年四季的天气 季后风 甚至乎十年 五十年 有台风 有雨季的资料 湿度等等 输入这个电脑模拟的资料里面 然后将我们要发展的地区 套下去 看看这里有没有是屏风楼 有没有 就是会造成这个日照减少 而影响植物的生存 甚至乎 亦都会是看到这个生态有没有破坏 完全可以用这些资料数据去做的 但如果你有没有还评资料去做 确实有问题 所以现在立法会 现在都是督促着行政当局 快点设定这个环境保护法 因为周边地区都有环境保护法 现在我们只是 还在做扣建这个环境影响 评估制度的探索文本 所以如果不立法 很多东西 你一言我一遇 社会的纷争 只为造成越来越不和谐 所以立法会的同时 都会明白这些 所以近期亦都加班加点 我们要加速要在任期完成 成规法、土地法、民为法 因为如果这些法律定了之后 我们更加准确与科学判断 现在我们的城市的发展 的空间是去到哪里 还有没有被破坏 华武问题 简而知就是既叫制度化 亦都叫科学化 这次的时间差不多 我们天气回来继续讨论 Let's call in 欢迎回来向选民报告的节目现场 欢迎各位观众参与我们的讨论 提醒大家 想参与我们的讨论 可以报名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以及打电话上来 我们的预先报名的方式 可以透过电邀给我们 电邀的地址是 call at lotus tv.cc 另外家庭观众也可以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六二一一九二零零零 或者是二八七八九一九二 预先向我们报名的 我们现在把时间开放给台下的现场观众 看看现场的观众朋友有哪位想问问题 是 前面这一位 那 那 议员 我有一条问题 就是想看下你的看法是怎样的 澳门现在都近期都比较讲得多的话题 就是说这个潜建的问题 这样就是说 政府就很主张说 在一些天台屋怎样拆拆 但是怎样才可以安置这些居民会比较好些呢 有些人就说 京屋啦 捨屋啦 澳门的气质 好像很多的 这样 万九 但是他们这些市民 他们用了可能说 大部分的积蓄 又或者背起了可能几十万的债务 而他们很幸运地得到那间京屋 但是京屋的质量问题 不断产生一些大大小小的问题 这样令到他们就是说 我用了大部分的积蓄去买一层楼 还有新楼 为什么还会有一些很无聊的问题 漏水或者一些东西的剝落 我想问一下麥議員 你是对这个有什么提法呢 这个就是民生的重中之重就是住屋 先讲这个潜建问题 老实说 现在政府提过很多次 我也跟政府建言很多次 就是说 潜建设计一刀切 但是新的必须要严打严情 新的一定不准有 但是旧的必须要看历史的进程 究竟为什么会有些潜建物呢 老实说 大家看右汉新村 现在大家都说那里是基层市民住得最多 为什么有这么多衣架擠出来 这么多花笼 这么多铁棚在这里 大家要了解一下 在建日汉新村的时候的历史 就是香港古灾 7374年 一万元一个单位都没有人要 建筑商和发展商 发展商就以最简洁的预製构建的方法 没有考虑到居民要有衣架浪沙 衣架上面有一个淫棚遮住那些衣服 不会垃圾 整个花笼 怕被人偷了那些衣服 又防盗 现在今天 如果你说一拆就要拆了那些衣架 你叫它怎样曬衣服 拆了淫棚 曬衣服都拿回来都垃圾了 亦都可能在区 化了衣服 不是风吹了就被人偷了 那么政府有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呢 还有再一个 天台屋 政府有没有做调查研究 是住了多少居民在这里 有住还是没有住 有没有做调查研究 而你一刀切 举个例子 拆了天台屋 曼狗公屋都不够住了 如果拆了天台屋 究竟有多少市民无家可归 是不是我们政府施政方针 施政文本里面所说的 就是要用心为民呢 为什么我们科学决策 科学施政不做调查研究 有多少人是住天台屋 我建议政府 是不是可以对这些 签建的单位 先定个时间 叫他自己 去和政府 去上报 申报 你是签建的 麻烦你告诉政府 做一个登记 但是登记不代表合法 但是如果不来登记时限一到呢 当发现他是签建 一定要拆 因为这样的制度有一个好处 我即时知道 有多少市民 举个例子 如果家庭状况是很惨的 真的要住天台屋 你要拆 是不是同时间和有关部门 跨部门谈谈 怎么改改现在这个公屋的条例 社屋还是经屋 让他们做一个特别的处理 而不因为我们执行 这个签签建 而引致居民无家可归 再说一个 就是说 为什么现在外场这么多冷气 窗口机好 分体机好 严格来说 你都是签建物 要做个铁架出去 大家知道 几十年前 如果有一天是三十几度温度 报纸是头条的 但是现在的天气越来越热 那就是人类破坏环境的恶果 两极的冰川 包括我们的西藏 喜马拉雅山的冰川 都是溶化了 越来越热的时候 基本上 你近十年八年 年年有三四十度的天气 其实不少 你不装冷气又怎么办 同时经济发展了之后 市民也要分享经济成果 装冷气有什么问题 但是现在你的条例不以时俱进 修订 不关居民事 你的房屋政策 已经关心居层 基层市民的住宿 你不会头痛衣头 脚痛衣脚 一刀刺才行 明白 再说 或者我们听 阿美議員有位家庭观众 在电话里等了一会儿 或者我们先听他的电话 我想补充这一点 就是当你要执行的时候 其实我们问问 是否从自己做起 我们的政府官员家里有没有签建 我们的政府大楼 在商业大楼 还是自己的建筑物 有没有签建 我觉得有或没有 都跟市民讲清楚说明白 从自己做起 市民在你执行政策的时候 就容易达成共识 而且就更加畅顺了 明白 我们听听夏生的电话 夏生你好 你好 你好 夏生 你好 请说 我有两个问题 想问问议员 关于发展路环的问题 议员刚才说 做事要依法 要有环平 但是我想问一下 环平是否代表一切呢 需要考虑一下其他的因素呢 路环是否单单以环平 就可以决定是否发展呢 是否这样的想法 是否过于单一 是否欠缺周长的规划呢 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 近日有很多人在网上讨论 议员有三位立法会的同事 都决定不出席你们这个节目的 那你们的保皇派 都不出席了 那麦语员 为什么你敢上来这个节目 出席呢 还有我想问一下 你想人家问你什么问题呢 好 夏生有其他意见 是这样 谢谢夏生的意见 或者文化议员在刚才路环的 那个环平的问题先 其实环平不是过了 就一定要起 即是说起码一个标准 让大家是按这个环平报告来讨论 然后给大家一些数据去决策 最后呢 然后你看你的文本里面 周边地区都是 当环平报告出来之后 就要经一定的程序 然后最后由政府决策 批益或不批 还有最重要的 当然不是单一 澳门最重要是依法办事 我们作为议员 也知道我们立的法 是保障每一个市民 他的合法权益 同时我们立的法 甚至环平的意见 还是市民的意见 都不能够凌駕于基本法 因为基本法是我们的宪法性文件 也等于西方民主社会里面 任何人的意见和法律 是不能够凌駕宪法 所以如果按这个大原则来说 只是环平过了 你不依法不行 但如果依法而违背基本法 亦都不行 大家说到在这个依法的时候 很多时候甚至在议会 我们也说不清 什么是公共利益 50人 还是500人 还是5000人 还是5万人 还是10万人 还是30万人 是公共利益 同时如果人多的意见 就是作准 30万人说 事实我们也听过 甚至网上也有说过 澳门全部分钱 我们作为行政主导的政府 是否真的听这些 30万人为全分钱就全分钱 肯定不是 因为我们大家也要按基本法去做 依法办事 而按基本法的第六条来说 是要制定法律保障私有财产 而第25条更加明确地说 我们必须要按这个 基本法第25条规定 我们必须保障每一个人的财产 不论他那个经济状况 国际 宗教信仰等等 是必须要保护他这个权益的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按基本法 再来定清晰 什么为之公共利益 和我们基本法要保障什么 法律依据是必须要依基本法 而我们作为议员也知道 我们立的法 也必须按基本法而制定的法律 保障每一个人的财产 包括你、我、他的财产 是受到保障 所以如果在这个大前提之下 我是支持政府 依法办事 是依基本法所立的法律办事 而不是你一言我一遇 你认为你心目中的法律是说 他认为他心目中的法律是说 而不是依大家共识的法律 立法会按基本法所定的法律 那就有危险了 所以那个官员依法办事 我们支持 但是任何人如果要讨论 相关其他的民生问题 不单是这个起楼问题 或者甚至是填海问题 或者我们所谓福利问题 交通问题 都是应该依法 和按基本法去讨论 以及必须要拿出一个数据 尤其是在环评 不论你赞成和反对 官商民 都要拿这个环评 这个科学的数据给大家讨论 我觉得对大家 就更加公平公正 以及更加配合和支持政府的 科学决策 依法办事 是 依法施政 依基本法 以及保障一个私有的产权 我们再听听台下有什么观众的意见 台下的朋友有什么问题想问 是 这位 麦议员 我想问一问你 你对西环夜市的看法是什么呢 你同意还是不同意 西环夜市 其实计划 最近大家讨论公开咨询 就是2012年 其实这个计划 就是在政府的施政报告里面 是2011年 施政辩论 就是提施政报告已经提出 当时我是第一个质询政府 究竟这个计划 你们已经推出了 有没有做环评 当时政府的官员答我 他有做环评 但是看回2012年10月 他才将这个环评报告 交给环保局 当时传媒也报道 是环保局的副局长出来说 我是2012年10月收到 就是说前面 他可能是说谎 还没有做环评 但是在同一时间 他就说 已经做了全民的咨询 没有反对意见 市民一个在讯息 不完全的情况之下 做的咨询 算不算假咨询呢 所以我也都在传媒那里 是质疑 也都出过书面质询 是质疑政府 在这方面的环保问题里面 不够完全披露信息 是假咨询 所以这方面 如果不弄清楚 这个环评的结果是怎样呢 我本人是不支持的 再说 刚才那个市民打电话来的问题 他还问 为什么我会出席 这个向选民报告 因为 这个是我对市民的承诺 因为市民投我的票 当然要知道 我在做什么 有没有为他做事 至于其他同事来不来 这个更加显示 我们澳门社会 尤其是立法会 是很民主的 澳门的社会很开放 你喜欢怎样做都可以 但我选择 我应该要向我的选民负责 所以我要上来 但我也觉得 做一个立法会的直选议员 不论他是直选 间选官位 我想他跟我今天所说的理想一样 他都是为全澳门的市民服务 不因为他是直选间选 或者他来不来 而我们对他有标签 说他是不是为市民服务 我觉得 全部议员 都是为市民服务的 都是代表全澳门的市民的 还有来说 我希望 这次来大家问我什么问题 其实我更加希望大家给多些意见 我监督我 看看我几年来做得有什么不够的 给意见我 让我可以更加改进 改善 提升 为大家更加好好服务 希望大家给多些意见 我亦都会 抱着有质改之 无质加冕的心情 以及心态 去接受大家的意见和批评 多谢 好 或者今次的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现在可以去广告 稍后回来继续讨论 好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向选民报告的节目现场 我们继续给现场的 观众 我们先听听嘉宁观众的电话 今天的嘉宁观众比较多 有李生在线 李生 你好 你好 墨议员 你好 墨议员 墨议员 你所讲的东西 我觉得很接受和很认同 还有有一件事 我说回我们现在 墨议员讲讲长者的问题 我们基本法第38条 就是特区政府有权保护 和照顾长者 第39条就是退休 退休受到法律的保障 正先你说的第38条 你说那些长者去看医生的问题 政府真的做了事 所以我借这个时间向我的长者朋友说一声 你们不是一定要去卫生中心 或者山顶医院看的 你可以去工人医疗所 都是免费看的 普通的小病 或者提一提李生 因为这个时间关系 可能今天要比较快一点 好啊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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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但还有特区政府说关心关怀那些长者 我想请问议员 现在澳门有一批 甚至是青年的 他当时青年的 买了一层楼 现在已经三四十年的 楼龄的残破危楼 他现在都六十六七十岁了 就是我自己本人这样 那么特区政府怎样关怀我们的居住呢 如果我想去分期付款买新楼银行不做 我想自己拿钱装修 我又怕没有钱养老 这个是第38条的问题 第39条就是退休的问题 我们由之前青年 现在的长者 现在的青年往后的长者 我们是靠特区政府的社会 保障基金的养老金 由现在六十岁2250元到六十五岁以上 三千元 我请问议员 以现在这样的生活指数 往后十年二十年 那个三千元怎样养老 以前市面有提议说 养老金和最低云生指数挂钩的 有某一些基层团体局竟然反对 我想请问麦议员 你国下和你所属的团体 你是赞成养老金和最低云生指数挂钩 是否挂钩的 就是好像那个团体那样 就是先说你生理的议员 明白了 好 谢谢 议员 长者的安居和养老金问题 市民的关心和他们的痛苦 我们绝对感受到 因为我也是澳门出生 我们住在下環街长大 我为什么不知道翻风落雨 那间屋流水 我们要用一个兜来兜住它 还有睡不着的痛苦 所以这位市民所提出的问题 我绝对支持 我也是曾经很多次向政府提出 现在你每年花这么多钱 去验楼 是否可以将验楼的基金 伸延它的功能 就是那个维修基金 伸延到验楼 就是等我们有病 你给钱他医病 而不照片 就是我们不去检查那个旧楼 而去维修 见到他这里 批档跌下来 又执了它 见到那些钢筋露出来 又执了它 为什么不整座楼 我们资助了小业主 去验楼呢 如果照片之后 那你医生判证 是否判得准确一点 病人都不用挨这么多痛苦 如果不是 跟病一样 如果当他小病 你不让他照片 所以我提出 就是对长者那边 就是当他有病的时候 要照片 我最近也出了这个书面质询 为什么不外判给外面 还要等他一年两年去照片 无事也会有事 如果粒肉粒这么小粒 一年后 我想切都不行了 那变成这件事 是不是可以想一想呢 那所谓的楼亦都一样 我们提出了很多次 三十年的旧楼 我们有四五千栋 这位长者说得对 如果我们还不强制验楼 那如果我们的楼 是缺少维修保养 越来越多最近新闻 所提出的 这个碩士有问题 什么有问题 而导致我们政府又要安置它 那为什么解决呢 那为什么我们作为议员 收集了一些专业人士的意见 向政府提出了强制验楼 为什么还没有行动呢 这个可以说得 就是我也提出过 我除了在议会工作里面 也将我的感受登出来 在大家分享 听到一些专家学者的意见 就是对行政不作为的思考 因为在行政主导的澳门 我们市民 包括议员 还需要很好的意见提出来 而官员 部分官员的不作为 他不执行 权力在他手上 那有什么办法呢 那说到刚才那个问题 如果我们有定期验楼 那同时间回归到现在 我们政府除了律师 有这个叫考核认证制度 工程师没有考核认证 那职丝又没有 工人没有持证上班 建筑商没有分级 那就算你有钱去维修保药 你也是做不好 维修不了的 刚才说到这个公屋的问题 是的 质量问题 其实因为现在出了问题 大家都追究不了 如果你有专业认证 就可以追究了 哪个职业签 哪个工程师签 哪个监管单位去看 他有个专业资格 如果他不负责任 就停牌 钉牌 包括建筑商 但是现在我们什么都没有 那这个才是我们更加关注的制度问题 亦都是源头的问题 明白 至于刚才所说的养老金问题 是的 那现在养老金问题 老实说 大家看回我那个 上去立法会的网页 在09年我已经提出 就是这个养老金 还有其他我们很多长者 这个所谓竞老金 没有三个金 完全是不够的 而且也有很多专家学者 来跟我问过 我们可不可以将它和这个经济 跨欧 我告诉他 千万不要 因为经济好的时候 如果遇到 08年的金融海啸 那大家已经 全澳门的经济 全世界的经济都倒下来 如果你按这个GDP 或者按他们的增长而升降 那越穷就越见鬼了 当经济低迷的时候 我们还有问题 所以我告诉他 应该实事求是 定期去检讨我们这个 的长者的福利 尤其是我们应该 找多些专家学者 拿多些客观的数据 包括通胀 人民币的汇率 还有最重要的 有一个因素 大家坊间经常去看 因为我经常去茶餐厅听到 为什么现在那些茶餐厅 还是酒店 五星酒店的消费越来越多 茶餐厅就越来越难做 因为加了租金之后 现在租金那么贵 他要不要加价 这些才难受 是没有数计的 现在那些五星酒店 你不吃大多人吃 以前我在 坎仔开工的时候 都去吃这个大利的猪扒包 喝茶都去那里 不知几年几日开始 一见到人龙 全部不是本地人的 我都要走投 你说我们是否移居城市 能不能够保障到 我们的生活素质 所以刚才那位长者说 那个福利吉是一个问题 但实际是拿了福利吉 真的大家不考量 这个游客带来的这个范围 生活空间的问题 负面的效果来说 真的对那些长者不住 大家就知道 看这个坚尼系数 就是贫富懸殊的系数 香港说全世界最高 其实澳门也不低 不过我们澳门有钱 和政府就肯用心为民 很多时我们派钱 15年免费教育 医疗免费 是弥补了 我认为市民 是入不呼之这个困境 包括最近 曼九公屋 圆圆成任务都 都解决了 医食住行其中最难的 就是住的问题 所以这方面来说 如果撇除这些福利制度 其实我们的贫富懸殊就很高 所以我绝对感受到 这位长者的痛苦 和他的怨气 因为确实现在我们的经济好了 我们市民未必感受到 和分享到这个经济的成果 这一点 希望大家多提意见 在未来的岁月里面 尤其是这几个月里面 我更加在会议的任期里面 更加会贯彻我的承诺 为大家争取权益 是明白 继续听现场观众的意见好吗 现场观众是否还有一些问题想提出 是 前面这一位 麦议员你好 我想问一下 在你过去这三年半的工作里面 对于澳门的廉政的情况 你有什么看法呢 以及你的贡献在哪里呢 谢谢麦议员 其实呢 当我参选的时候 也有议会的准同事 或者同事问我这个问题 他说你对官商勾结 这件事怎么看呢 他说我也是受害者 因为我也是澳门的微企之一 就觉得 就回归后 澳门自澳 我们要咬紧牙关 共度艰辛的岁月 但当博取业定了 有工程做的时候 一就赢了外资大企业 二就赢了欧盟龙自己有 本地真是勤勤狠狠做事的建筑公司 分判商和工人都没有办法 这个制度上的缺失就是说 我当日也提出过 当然隔行如隔山 建筑行业 尤其是这个分判制度 你要了解整个结构就很难 当中很多灰色地带 我看国内很多新闻 凡是贪污腐败 都和工程和物业买卖有关 房产有关 为什么呢 太多操作空间 所以在我未当议员之前 和当议员之后 很多相关的单位 包括廉政公署 亦都找我们业界的人士 当中亦都工程师学会 职司学会 他们咨询我们的意见 就是说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我就在公开的场合 有次是这个世界的廉杰大会 在MGM举行 我简单讲讲怎样去改善 接受传媒的采访 我就告诉他们 显性的违规 勾案之后 大家都清楚明白 我想会有一定的组合作用 还有政府也都调整监督的机制 隐性的违规 只是杀人于无形 明白 我就向他们提出的意见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在隐性违规 他不是收钱 是益自己有 所以我提了意见之后 大家看到最后文化局 民主和公务局 都有隐性违规的个案出现 就是报纸披露出来 他没有收钱 不过是写给自己亲戚去做 其实这些只是冰山一角 但是我们现在要搞好 大家提出意见 作为议员 是市民和政府之间的桥梁 我们一定会将你的意见 贯彻落实去帮政府 监督好政府 亦都支持配合他 搞好这个廉政的工作 明白 我们再听到杜先生的电话 杜先生 你好 喂 你好 你好 杜先生 可能要白了时间 长话表输了 明白 主持有三条问题想问的 第一题就是问 议员刚刚就说了很多政绩 你觉得自己有什么做得不好呢 我听得多了 想听有什么做得不好 有什么对不住选民 第二 你说要复学数据去解决填叛阶那件事 但是我在报纸看到 就说你的公司已经围绕在那里了 是不是有些先斩后奏 前不对后遇呢 第三就是 你提议用换地去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填叛阶的问题 我就不太认同 因为换地反而就会益了发展商 那你又怎样看呢 你赞不赞成呢 是这么多 明白 多谢杜先生的意见 在这里首先声明 这个工程不是我做的 大家可以去公牧面查一下 建筑商是谁 在这里也借这个机会和大家澄清 很多传媒不清楚 就以为是我的工程 因为呢 因为搞环保 我做挖路那些路马呢 就电力公司不用了 有人借了我就借了给他用 但是绝对建筑商不是我 很多朋友误会了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只要换地这个 我没有提出过这个观点 是很多人提出过 但是呢我只是说 在按基本法的条件 那个法律法制保障之下呢 如果政府是依法办事 觉得真是公众利益需要 我们就要支援土地的 这个也是依法依规去做 也是可以考虑的 甚至乎现在也有人提出 不开山起高一点呢 这个更加代表 澳门绝对是言论自由 民主的社会 大家说什么都行 是没问题的 因为只是发表意见都是为澳门好 也不是谁对错 因为现在都未定断 还有刚才大家提出 大家定个环庭的标准 好了 按这个标准的讨论 大家不用你一言我一意去争论 作为议员 你说我有什么做都不够 很遗憾 其实很多时候 有时候我们的愧对选民 好似我去年5月4日 民政府拿的文件 居然行政公积局 六个月才给我 如果我们市民的生活 好似大家所说的水深火热 我们作为议员 只是拿资料 去决定怎样帮市民 或者政府也好 那你叫我们 怎样去帮到市民 那这个呢 就是行政当局的责任 那在去年12年的暑假 我们政府主席 立法会政府主席 包括前主席曹其珍 在一个博客里说 我们现在行政主导 我们立法会 是配合 支持有余 监管不足 但是不足呢 就是政府的不作为 还有 因为没有问责制 所以政府不做事 我们只是 愧对选民 所以是我做得不够的 所以这方面呢 我日后的日子 更加会兼顾这一样 所以我除了在 立法会里面 提出我的意见之外呢 我也都 提出了我自己的意见 有两篇文章是怎样改善行政立法关系 怎样督促行政当局呢 是主动一点去回答 我们作为民意代表的议员 为市民争取权益的问题 千万不要回避 好像最近我们也出了个口头质询 民政府他给我们的文件 五个月 六个月都来了 某个文件 数据都是不准的 就是有关的